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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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二节国立大台的时间 刚才说了凌娅之旅 凌娅之旅关于疗愈 疗愈是一个现代很大的课题 现代很多人... 有情绪病 有情绪病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缺口 大家都很伤心 每天都很悲伤 不悲伤就是肚饿 不肚饿就是悲伤 好像永远都没满足 那是很疗愈的 但是我看完凌娅之旅 我都觉得挺疗愈的 但是我昨晚看完黑暗荣誉之后 我觉得很疗愈 只要疗愈了很多 疗愈了很多 先播放个附近 我终于看完黑暗荣耀了 之前在《笑死浸》也说过 但是那时候只有八集还是九集 总之创开了一半 其实不是第一季第二季 其实是将十六集一季 十六集一个剧集 然后就缠粗斩开它 因为《串流平台》要这样做 你要有点哭 还有要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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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但是其实一气过看十六集 如果之前在《笑死浸》推介 你也没看过 现在一气过看十六集很看得爆炸 那是 再讲的故事就是 欺凌 校园欺凌 接着说宋慧桥 年轻的时候 十八岁 接着在学校被人欺负 关于欺凌 也关于阶级 他很窮 接着被一帮有钱的同学 接着就欺负它 打它 拿捲发器 拿电棒 辣得全身都伤了 接着十几年过去 十几年过去 那帮欺凌者 每个人都事业有成 有些做了主播 家有钱人 本身也有钱 另外有个做了空姐 有一个有钱仔 接着就继续做有钱仔 那宋慧桥呢 宋慧桥被人抛了 赶了出校 赶了出校退学 试过报警 向老师举报 报警无用 什么都无用 全部都勾结了 但是他自己继续努力 一路打工 一路在操堂上洗地 接着就去工 工读 读书 读书 读书是什么呢? 读书就是做老师 做老师 做老师就去等他主要的仇人 结了婚 生了个女儿 接着他就去做他的女儿 班主任 当然又洗了很多横手 做班主任 接着呢 部分一的时候 就是这样走来走去 他又特意学围棋 很努力地学围棋 学围棋 接着就因为 他那个欺凌者的老公 很喜欢捉围棋 我说 他和你老公捉围棋 接着就去做你的女儿的班主任 哇 你不吓死你? 其实他的剧情很无聊 很无聊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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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就去到这里 我看到这里 我心想 你那个伏仇呢? 去哪里? 接着第二部分一来 那个大奸角就说 你有伏仇啊? 你从头到尾巴打嘴炮而已 那些说什么 放长相眼看 看完十六集 真的什么都没做过 很厉害 那那个片剧是哪个呢? 那个片剧是之前介绍过 就是鬼怪的片剧《金曼淑》 那是很厉害的这个剧本 那 那个剧本有没有漏洞呢? 当然这个剧本漏洞很多 但是他很理解 剧本是应该写什么 即不愧是韩国金牌剧集編剧 不愧是韩国当今的第一篇剧 很厉害 没能见过这样的复仇剧 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复仇剧 不复仇剧 他复仇成功了 他复仇成功了 但是整班复仇者 是一件事都没做过 一件事都没做过 他做的是什么呢? 他做的是施压 他甚至乎去到他的仇人 那个学校 那个女儿做老师 他做老师这件事 都没有运用过这件事 然后连仇家的老公都问 那你为什么不伤害我女儿? 我伤害我女儿 我就伤害你了 我怎么做得出呢? 我超级剧透了 我现在超级剧透了 超级剧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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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看你现在退避三社 你现在属猪属牛的未看的退避 我不是很怕剧透了 然后是很厉害的 他不是破绽 他告诉你就是 我就是去那里 去到那个位置 我不下手 然后你问我为什么不下手 那我是好人 我怎么下手呢? 那个是很温情的 去到后面 去到后面是很温情的 超温情 超温情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复仇故事 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他的原理就是 第一就是 宋慧桥的角色 受尽欺凌 受尽欺凌是什么呢? 这个位少死忠也说过 受尽欺凌是什么呢? 减肥 变漂亮 读书 做老师 那你人生就觉得很好 接着他跟别人 接着他结婚了一个医生男朋友 接着他跟别人的老公下棋 但是没有勾搭他 他跟别人的老公下棋 他勾起了他的兴趣 但我不是来勾别人 我不是做这些东西 他走到他女儿那里做教室 你是不是伤害他? 不是 不是做这些东西 我反而是保护他 那你怎样呢? 没什么 你想你 然后他不断地构成很多压力 接着他就聘请了阿沈 阿沈 阿沈也是被老公打死的 那段戏真是最精彩 那段戏是潜众剧头 超剧头 他在搜证的过程中 他要做很多调查 他做很多调查之后 就遇到阿沈 那阿沈 那一位主妻 那一位主妻就说 你为什么要去找东西? 那我说 你是不是想对这家人做什么? 我帮你 那你怎样? 交换 我帮你把他们 你帮我把我老公 即是交换条件就是把他老公 因为他老公经常打他 然后又打他的女儿 阿沈 阿沈是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最厉害的MVP角色 很厉害到爆炸 那他就帮他做密探 周围去调查 这个调查的人 结果 就被主要的仇家 就发现了他 发现了他之后 就捉住了他把柄 捉住了他把柄 捉住了他把柄 然后就说 把柄给他们 于是他就有一个直接 可以大处地放一些信息 的渠道 去给仇家和仇家之间 那最后的复仇是怎样成功的呢? 怎样可以复仇成功呢? 就是不断地在那里去 说他们那群欺凌者 谁做了什么坏事 你知不知道你的女儿 其实不是你生的 你的女儿其实是他搞大的 你知不知道他其实跟他拖 他就不断地在那里给他们这些资讯 于是欺凌者之间 就互相猜忌 接着就互相仇怨 而去到最后 中间的细节目不讲 去到最后 宋慧桥 宋慧桥的儿子 大嬸 整班人 是没有动手碰过任何一个人 他们中间 有人盲了 有人死了 有人坐牢 全部都是他们互相造成的 而他没有等会碰过 就是宋慧桥 整班复仇的人是没有碰过他们 而大嬸的老公最后都死了 大嬸的老公最后怎么死呢 就是当时 就已经掌握了大仇家 那个杀人的证据 或者掌握了杀人的资讯 接着呢 大嬸的老公捉住大嬸 就找到他的钱 接着就打勾他 为什么你会有钱呢 你在做什么呢 他说 我不能告诉你 什么事呢 哎 因为啊 因为有个人 要我要挟那个气候主播 气候主播做什么呢 那个主播的anchor 杀人的 接着他老公建立心气 拿着这个资讯 就跑去要挟那个主播 然后就问他拿钱 一问他拿钱 主播的妈妈就怒弄了老公 而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他纯粹就是放了 给这个 放了给那个 然后他们自己就死了 好看啊 他们自己一群都死了 好啊 接着去到警察 终于有一个警察忍不忍住 就问宋慧桥 喂 为什么他会知道他 是搞大了他 为什么他会知道他偷情 为什么到处都有你的信息 为什么到处都有你的身影 那你不是说很多话给人听 然后宋慧桥说 那我八卦而已 我不犯法的 哈哈哈哈 我讲是非 我讲是非 最多是落地獄 我讲是非犯法的吗 那不犯法 那来你不可 但他讲是非 讲死了 那些人 他整个戏就是讲是非 讲死了 走到这里讲话 走到这里讲话 对着这个讲话 对着那个讲话 接着他整群都死了 因为他其身不正 他意想交代 所以他回应一件事 就是那个女主播的老公 就问他 就是问他 为什么你不伤害他呢 他说 你不可以做坏事 我们不可以做坏事 你明白吗 做坏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行运超人的条路 做坏事 做坏事就是破功 不可以直接害人的 你知不知道 不可以说粗口 不可以说粗口 他自己害死自己 不关我事 引到他们说粗口 对啊 我引你 我说些是非给你看 你调过 你未删工就说粗口 那他就糟糕了 全部就是这样 但这也不是剧本最厉害的地方 剧本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剧本最厉害的地方 我看到中后段 是 我看到中后段 我才夹到整个剧本的message 是什么 他整班人 讲讲男主角的背景 男主角是一个医院 医疗世家的一个公子 他是一个很开朗的男孩 我不记得叫什么 李在燕 或者叫李在燕 我记得了 他就是很搞笑的一条线 总之他就是见到宋慧桥 见到他的美女 然后他想学围棋就教他 然后见到他受欺凌 就帮他 总之就是一个暖男 有钱仔 暖男 总之见到那个女孩 有点子弟暖 见到他好像很需要帮助 就狂帮他 他就有钱 狂帮他 但其实他的父亲 是被一个变态杀手杀死的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变态杀手受重伤 就送了去医院 就没有人肯帮那个变态杀手做手术 他的老爸 院长也是医生 院长也是医生 就帮他做手术 在做手术的过程里面 那个变态杀手的麻醉药 散了 就立刻拿手术刀 就堆死了他老爸 他对男主角来说 为什么有事 我老爸在救你 救救一下 为什么要杀杀他 但是这个已经是过了很多年前的事 而那个判了无期徒刑 坐牢 判了无期徒刑坐牢期间 他不断地寄信给他 那个杀人兇手 不断地寄信 差不多每个星期寄了一封信 跟他道歉 然后每封道歉信 都巨细无谓地 再写一次他杀他老爸的过程 狂写 就逼得他 逼得他 逼得他瘋 逼得他瘋 那个男主角很开朗的 很暖男的 但是他时时刻都想报仇 但是又报不了 因为他在坐牢了 他怎么办呢 他曾经尝试apply 去做监狱的医生 但是因为他是受害者的家属 又被人拒絕 他是真瘋 他是真精神病的 他是直到有幻觉的那种 但是他人很lice 他人很典型的那种韩式暖男 原来连结在宋慧桥身边的人 他最初是一个孤独的欺凌者 但是当他展开了复仇之路之后 他开始复仇 他就会遇到越来越多伤痛的人 就像剃身侍者那样 身上有仇怨的人会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 一班大家都有仇怨 受害的人 一班受害的人慢慢连结 那是增幅仇者联盟 看到大家的剃身 我看到你背后有一个怨气 有怨气的人互相接近 那他们就互相疗愈 互相疗愈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大家帮大家报仇 而大家认同对方 在整个故事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说过 就是说 报仇解决不了事情 除了那个坏蛋主播的老公 有一场戏就是坏蛋主播的老公去问 那个男主角 他说 你是一个有钱仔 你喜欢他 你家境这么好 你是一个医生 你有无限的前途 为什么你要帮宋慧桥去报仇呢 为什么你要帮宋慧桥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为什么你不帮他去忘记 放下这件事 去走一个 去重拾自己的人生呢 接着那段对白写得很好 那个男主角就说 作为一个经历了这么大伤痛的受害者 你觉得他可以拿回什么 他可以拿回什么 他欺负给你们欺负过 伤害给你们伤害过 他受的苦楚也受过 他能够拿回什么 他唯一能够拿回的就是尊严 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人 去重新拿回自己尊严 有人通过原谅 有人通过放下 有人通过復仇 你怎么知道復仇之后 他不会重新站起床 他就说 我就是为了帮他重新站起床 重建他健康的心灵 我就要帮他累死你老婆 他很羊羹 很羊羹 然后就真的这样做 真的这样做 而在故事里面 每一个成功报仇的人 他没有那些就是说 报完仇之后 你就省痛苦 报完仇之后 你就变成了私害者 没有! 任何一个报完仇之后 开篮健康阳光 每个人都是这样 唯独最后就是宋慧喬都报仇了 宋慧喬都报仇了 宋慧喬都报仇了 宋慧喬都报仇了之后 就告别其他 其他的帮手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的合作关系 宋慧喬其实是强撑的 他也是强撑 撑到一个极限 撑到极限 他觉得也解脱了 他也是时候解脱 他有想过轻生 去到那个时刻 在林轻生的时候 男主的医生的妈妈 那个妈妈也是医生 就赶到来 就喝着宋慧喬 她说 喂 我儿子拯救了你 是你时候拯救我儿子了 什么事 怎样拯救你 因为当时 他和那帮人很冷静 他们报仇是没有掩藏的 周围跟人说的 他的儿子说帮宋慧喬报仇的时候 他回到医院跟妈妈说 他说我现在遇到一个女孩 但是那个女孩什么都好 又漂亮 又知识释礼 但是他就想报仇 他就想我帮忙 分分钟犯法 妈妈你怎样看 然后妈妈说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 那你不要被警察发现 他说 那你小心点 不要被人揭穿 好了妈妈 我懂得做的 怎知道后来就没有 为什么妈妈 会肯让她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 妈妈知道她 不断地收到 那个杀人犯的信 她妈妈觉得 如果你不断地收到 那个杀人犯的信 不断地收到 那个杀人犯滋饶 而你这个混蛋 的心还在想原谅的话 你一定会精神崩溃的 原来我儿子 我儿子是会报仇的 那我就舒服很多 就是我儿子是正常的 正常人都会想报仇的 如果这个时候 还转牛角尖 想原谅的话 他一定会瘋 但是他还会想报仇 但因为他报不了仇 那个犯又在监狱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到最后 就跟宋慧喬说 喂 你这样打嘴炮 都可以累死这么多人 你一定要帮我儿子 你一定要帮我儿子 就是整个电影 就是浪漫温馨到不得知 宋慧喬原本离开了男主角 但是他自隔了一段时间 都回来找他 那男主角 想不到他去了哪 原来宋慧喬 就在离开他半年时间 已经搭通天地线 已经帮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报仇了 我已经帮你安跑 我已经帮那个杀人犯转到另一个监狱 接着这个监狱 我也都帮你搭通了 你可以进去做医生 我们可以准备用手 于是这对男女 就是由復仇而开始的关系 也走向另一段復仇 接着就很温馨 甜蜜 接着就开始展开另一个復仇的浪漫故事 到最后我觉得 我还没见过这么治愈的復仇剧 还没见过这么温馨 而且那个过程里面 是一个被欺凌的人 这个简直是一个童话式的復仇剧 一个妈妈又放弃他 老师又不帮他 警察又不帮他 报警又没用 找家人又没用 被人欺负到负败的一个女孩 当他决心復仇之后 他学业好了 人漂亮了 瘦了 朋友多了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总之就是朝着一个康庄的大度去发展 还有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剧本好呢 如果精雕细读 讲的復仇计划 如果你思考的復仇计划 你会想 这个復仇计划怎么会走得通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阴差阳错的 但是他不理 他觉得这个剧本 最重要的 不是他写的角色如何去计划这件事 计划那件事 不是计划过程 因为剧本最重要的地方 是被演员做戏 所以他的剧本 那个结构 我完全想到他的分场是怎么构成的 总之分场就是 第一场 我要A遇到B 第三场 C比较压力一点 第四场 就是ABC对戏 ABC瞒住了E 那怎么办 接着下一场 一定是A遇到E 中间的陌落怎么发生呢 不重要 总之 我和七叔有一件事 瞒着彤彤彤 下一场我一定会遇到彤彤 我有一件事 我有一件事 很想和乙喬说的 接着我开门看到那个 一定偏偏不是乙喬 而是七叔 那我就和七叔说 千万不要和乙喬说 而我就偏偏 他偏偏下一场一定会遇到乙喬 他永远都是朝着张力和冲突的位置去展开 而中间那些桥段怎么会成立呢 不太重要 或者skip了他不管 以快打慢转过去 但是戏的碰撞 就很强烈 而这个戏为什么会成立呢 就是演员 全部演员都这么瘋 即是在大时代之后 我未见过有一套戏 大时代有一个奇迹 大时代就是将TVB里面所有的甘草演员 他们的能量拿取出来 即是去到那时候 曾光 江藝 刘光 整班人 他们的电影 包括艾威 所有人的电影 每一个都是他们从影以来的巅峰 未见过有这样的演技 是罗洛林的 是罗洛林 神经病的 每个都演技 狂爆 狂飙 因为他有张力 你在电影里面 那时候 刘光跟我说过 有一场电影 差一点点就会输 任何一场电影都不能放松 一放松就会输 而黑暗闻耀就是有这样的气氛 他那个 tension 是大到 你只是看电影 你已经出汗了 你看他做的力量 你已经觉得 你端几年命 这些电影怎么做 你长长戏这样做 一定是短命的 但是他又带出了一件事 就是 个个都很出色 而宋慧桥是巅峰 宋慧桥在巅峰 我觉得大家都要看 如果你有志于做演员 就是个个都要看这个黑暗闻耀 而他有一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 什么为之 什么为之 戏的说服力呢? 所谓演得好不好 其实不是投不投入的角色 也不是说你的能量有多大 而是 你怎样能够令到你做的事情 说服到观众 他觉得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其实讨好是最重要的 而黑暗闻耀 为什么会令人看得这么舒服呢? 譬如有时有些戏 都会有一大堆人 在咬牙齿齿地做 但是他会令人看得很辛苦 但我又不会基于这些戏 你明白我说什么 有时会有这些戏 有时会有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 他们觉得自己在飙气 他们觉得自己在飙气 那种飙气就是欲紧 用力 声泪俱下 套用 套用 罗家英 对周星馳说的对白 就是不是大声就好气 你觉得周星馳的对白 不是大声就是好气的 周师傅 好像现在很多戏都会抄韩战的答答 但其实很多戏都是为了做这个以忽而做 而不是真的 对啊 韩战也是一个例子 韩战那班人 常常在对望 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厉害 但是你看看韩战很没说服力 你看看韩战 韩战一二都是 我很厉害这套戏 两套戏都很厉害 它很没说服力 那些人在嘴里嘴 嘴什么 好像很厉害 一点都不厉害 又或者是无伤也是 无伤 不 郭富城做戏就是了 哈哈 郭富城做戏 整天都很用力 郭富城做杀人犯都很用力 断网我都打算看的 你到尾 如果看下一套 我也打算看 但好像 我就是贪他救 他不是那么差 不要我去 就是 那些人说是杀人犯之后 另一个巅峰的巨主 我真的打算去看 郭富城做戏就是这样 郭富城 那些不是好戏 什么是好戏就是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算很笨 你做了一件事就算那件事 很笨 但是观众看着你做 他都觉得很笨 就是因为你讨好 所以演员要漂亮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漂亮的人 有说服力 第二件事就是 你很舒服地做一件事 譬如梁朝偉 就是一个这样的演员 梁朝偉自己在做一件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没有人可以解答到 阿非正传里面的ending動作 大家都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梳头为什么梳了这么久 他在做什么 但是梁朝偉 就是他会带到一个说服力 就是一个演员最重要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令到别人 喜欢在这个萤幕上看着你 或者在舞台上 你要令到他喜欢看着你 whatever你在做什么 那个不是用力 或者七情上的问题 又例如是 例如就是 有 年轻的时候的陈奕迅是有这个魅力的 陈奕迅做什么 陈奕迅做神经合理的时候 他是有 他没有什么特别怎么做的 你觉得你看不到他的做戏位 或者用力位在哪里 但是你喜欢他在营幕上 又或者是王妃 王妃做重庆森林的时候 突然有人会批评王妃没有演技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他会让你想看着他 他会让你想看他做什么 而黑暗荣耀 整班演员就有这个魅力了 其实我想说 宋慧桥呢 是有很多场戏 你是不可思议地做 你为什么要去跟他说话呢 就是他复仇的方法 就是不断地出现在别人的面前 但是其实是超没必要的 超没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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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一场戏 有一场戏 是 男主角也是这样的 我说黑暗荣耀 男主角是医生来的 那个女奸角的主播 他去了他的医院做整容手术 他就帮他麻醉 他麻醉的时候 其实他麻醉他的目的 是想採集他少少皮肤的样本 但是 那一场戏写得很好 就是你麻醉了他 麻醉了他就没有演戏 然后你去拿他的皮肤样本 那 你就完全没有对白了 以及没有对气了 但是他不是 就是他临着麻醉他之前 趁他麻醉与味麻醉之间 他无端端和他说一句 七六夜是不是你杀的 接着就 那些镜头就很大迫力 其实那个对白是没必要的 你去採集他的皮肤样本 你为什么要说一句说话去 为什么要说一句对白去披露你的身份呢 他经常都搞不打白地披露自己的身份 假设那个有钱人 是暗地里帮助宋维翔的 但是他周围告诉别人的 他周围派自己的卡片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 在剧情上来说 纯粹要做一个碰撞 但是这些戏 其实你的演技差 你做出来就毫无说服力 但是他 这就是为止戏好 他做了一件很没必要的事情 但是你确实觉得他是会这样做的 你觉得他像是一个会这样做的 那就是说服力 那说服力从哪里来的呢 说服力就是 你的人讨好 你这个人讨好的意思 就算做奸角 你也要别人喜欢你 你做奸角 他会觉得 你虽然是做一件坏的事 做一件恐怖的事 但是你觉得这个人 你说服到他是这么恐怖 他有一种 如果你奸到的地步就是 我不敢看你的话 那奸就没有味道了 我看到你很奸 我又很想看你怎么奸 就等于以前的温少林 以前的温少林就有那个味道了 他做很多混蛋 但是你会想继续看的 所以你看这个《义不容情》 他占的蝙蝠很多 奸人做了坏事 等主角去复仇 就可以了 但是《义不容情》不是的 《义不容情》是花很长的时间 去看温少林如何奸 如何逐步逐步做奸 他的奸是一种performance 是一个表演 那为什么奸会是一种表演呢 就是因为他有说服力 他能够令到观众 可以保持照片看着他 而不是容易的 一部电影里 通常有一两个这样的人 那部电影就已经很好看了 一部电影里全部都是这样的人 大时代就是这样 而一部电影全部都是这样的人 而制作水准又高 然后还要进男美女 那就是黑暗荣耀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好看 非常之好看 推介大家看 还有如果没看过的话 一次过看 就是16集 其实很短的 16集而已 16集 这样被他打开了 那个观想经验真的差了很多 但是现在一次过看 强度爆炸 严重的推介 这样 那就快点今晚就回去看 我一晚就看完 超紧张 哦 怎么这么快呢 九个字一集 不是 整个小时 整个小时一集 这样 那是 不是 分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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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桌子原来是爽的 你的经验是 爽的 爽的 好啊 看完 如果不爽就不看 爽的 爽的 非常爽的 又爽又温馨 又认识到朋友 羊光 是羊光 正面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 好正能量 好正能量 大家推介大家看 好 推介大家看 那这一节到这里 那我们就休息一休息 回来继续 谢谢大家